現在香港有一件事很缺乏的,叫做Common Sense 如果政府政策時時都是用一些迂迴折曲,指鹿為馬,透緩概念的方式來說 大家當然不明白,這是政府的責任 不可以說你不明白的,很複雜的,那就不說了,是吧? Hello,大家好! 大家好! 又到星期一,今天是4月7日 4月7日,今天是下午,我們現在錄音的時候 是呀,是呀 我為免被人佈了 這次我們又去了另一個地方錄了 是呀! 你吹什麼呀? 那麼,今天你又回來 是呀,我今天回來,不過我今天也抱仰 是嗎? 但是Samma又不在,是... 去了台灣 風流快活路去台灣 去了墾丁 表演呀! 表演呀! 今天表演呀! 是呀! 昨天表演呀! 不是不是,星期六晚表演呀! 星期六晚表演呀! 是呀! 是呀! 今天都會回來的! 今天回來呀! 什麼呀! 不是,下個星期才回來呀! 還下個星期回來? 他這麼多架嗎? 他當然是多架呀! 是呀! 噢! 真是... 肯丁的女兒他混了呀! 好不抵得呀! 是呀! 那麼,有個朋友在Facebook那裡提他呀! 記得反服貿呀! 是呀! 記得支持反服貿呀! 是的!記得支持反服貿呀! 是的!要去到台灣才要支持的! 是的! 在香港是支持不了的! 是的! 那麼你去到台灣就記得要去啦! 是的! 還有,在香港是不能支持在香港做的社會運動的! 為什麼呢? 嗯? 那麼... 你不覺得那些人只是會關心台灣的社會上的問題嗎? 呃...比較明顯啦! 那個擔心... 那個關心的那個... 程度! 程度! 比較明顯啦! 香港那些就變了是我討厭政治呀! 我不懂這些東西呀! 呃... 其實你不要說他們啦! 就算我們這種程度呀! 我們都會覺得... 喂! 無能為力呀! 你在香港... 你對著香港的政局無能為力呀! 嗯! 因為你說... 最大的原因都是因為... 我們被經濟發展騎劫了! 嗯! 如果在十年之前... 譬如好像... 大家都... 起碼又好像我這種程度的關心社會... 那個程度... 其實很可能就會變成... 今天台灣的這個情況! 十年前! 嗯! 就是我們之前說的那樣子嘛! 台灣現在的情況就是十年前的香港! 是呀!是呀!是呀! 那你說... 呃... 你現在懂得關心台灣的那樣子... 呃... 我又不會說你們虛情假意的! 嗯! 其實... 不過... 雖然我覺得有點搞笑... 嗯! 那個程度令我覺得有點搞笑... 但是... 呃... 其實香港的問題都是... 一脈雙承啦! 就是台灣的問題! 是呀! 那香港的問題更嚴重一點! 是啊!是啊! 因為我們的經濟已經被大陸騎劫了! 是呀! 那... 那... 講一下台灣現在的最新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我今天早就看新聞啦! 那... 看到黃金平... 就進了這個立法院... 就跟那些... 學生說說... 呃... 願意... 就...呃... 過了那條什麼法例? 那條... 兩岸貿易監督... 是呀! 協議那條法例... 跟著再逐條審議! 是呀!是呀! 那...呃... 有些國民黨中人呢... 就大罵這個黃金平... 出賣國民黨! 是呀! 放我們上台! 但是另外一些呢... 就是...呃... 呃... 要選市長那些... 台北市市長呀! 郭隆斌呀! 那些呢... 就... 傾向支持黃金平的! 是! 因為他們都是要... 為年底自己的選舉呢... 去鋪路啊! 嗯! 不可以得罪太多人了! 七合一選舉呀! 是呀!是呀! 是呀!是呀! 那...呃... 那...呃... 現在國民黨就分開了兩派啦! 是! 一派就...呃... 擁護這個馬英九的! 嗯! 另外一派就...呃... 就... 仍然都是貫徹他自己強硬的態度啦! 是呀! 是呀! 我最多都是跟你逐條審議 你叫我收回就不可能了! 是呀! 不可能的! 其實馬英九他也這麼說的! 他也說會... 會...會...會... 就是... 如果我們... 簡單一點去解釋 兩者有什麼分別 就是說... 我只要有這個監督條例 嗯! 那我接下來... 在這個服務協議裡面 我逐條的法令 我要審議的時候 就要Base on 這個監督條例的規範去做 沒錯! 就不是說我先讓你先蓋了 然後我才想辦法怎樣監督你 這件事是很笨的! 嗯! 是呀!是呀!是呀! 就是... 起碼我要... 我要一道閘先咯! 是呀! 那... 因為黃金平提出 就說我跟你先起一道閘先! 是呀! 然後我們再逐樣談! 你看到黃金平 可能才是幕後黑手 是呀! 他跟馬英九不妥的嘛! 不妥的! 之前關說案呢 馬英九就要挫黃金平 是呀! 那被黃金平很幸運地打得掉 是呀! 那又不用撤這個黨籍 又不用撤去行政院院長的職務 嗯! 那... 事此都結下了一些仇口 是呀!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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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黃金平的民望和聲望呢 其實都很高的 嗯! 在國民黨裡面 那... 那... 所以... 馬英九都寄他的 所以他才打算弄死他 那現在就反給黃金平咬回一口 哈哈哈哈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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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說他們說是今天就可能會能承諾的 如果黃金平就應該會承諾的話 他們今晚就會開會 輒出立法院 嗯。 那... 应该要这样做的 呃 是不是呢 是的 因为你抗日持久 一定不够国民党来的 因为舆论的倾向 我有看台湾新闻或者网上的报导 舆论的倾向都倾向在政府那边 其实很简单 为什么学生不提出要公投呢 他有公投法 他这些公共事务都可以用来公投的 因为公共事务的公投法案 过一半的人赞成就可以通过 如果他真的觉得坊间或者市民大众 真的站在自己那边 他就可以要求公投的 为什么两方面都不肯呢 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是5050 哦 所以大家都不肯 如果马英九知道站在他那边 那些市民多 那他就可以提出公投 那如果学生 反之学生也是这样 因为现在他的民意在中间 嗯 就是不上不下 所以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 提出要公投这件事 是 OK 那 呃 那也没有 至少 现在在于台湾人来说 至少他们这三个礼拜来的行动 嗯 至少争取到一个监督条例先 是啊 我也觉得 令到有些 可能是台湾人 知道 如果签了这个服务 究竟有什么的后果 嗯 那就是不要瞎摸摸摸 就像我们那样签了 到现在一发不可收拾了 是 当日我们签的时候 还要是一声都没有出过 不知道嘛 完全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一个经济上的条约 是 是 呃 那另外就是 有些 就是刚刚那个礼拜 就有些 在台湾的民间也出现了一些冲突 嗯 那你刚才说的那个 哦 是 我想补充上 你们上个礼拜不是说了这个白狼张安乐 是 那他其实是一个台湾促进党 统一促进党的主席 那这个是一个统一派来的 就是统一派 那国民党是 其实不是国民党 台湾是分了统派和独派两样东西 就是一派统一 那一派就是独立 那其实简单点就是国民党和民进党 那但是呢 在统派里面 有一帮人就主张是用三民主义去统一中国的 哦 那就是我老爸那些 哦 我老爸那些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 但是呢 张安乐这个中华统一促进党呢 那时候也是希望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 但是去到现在呢 他已经整天去和共产党坐下谈的了 那到现在呢 他就以统一和平统一这个口号 那但是 已经不再是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了 哦 因为现在统派已经很少了 在台湾 都只剩下老一半 就像我老爸那些 老一辈那些 老一辈那些人是统派 那时候八九十年代统派是很盛行的 很多派是 那大家 他现在 这个张安乐就是由一个统一的位置 走到去亲共的位置 哦 哦 OK 但是始终我是觉得这样的 我与他真的是一个黑帮的角色 那我觉得 不会是国民党叫他做的 是 你不会低能的吗 喂 但是我就是这样 我说真的 真的不理谁派他来 但是你作为一个黑帮 譬如我们在说四五十年代 香港的黑社会 我会这么说 当年香港的黑社会 是受市民所拥大的 嗯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警察 是比黑社会更加的仆街 嗯 黑社会会跟你说 我收你保护费 但是我真的在保护你啊 嗯 我真的在保护你的啊 也是的 但是现在不是嘛 你现在的黑社会 他跟你说 我收你保护费 他是为了骗你嘛 嗯 好了 以当年 为什么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在四五十年代 就是很简单 一个黑帮 是站在人民那边嘛 站在贫苦百姓那边嘛 嗯 他去帮你 保护你 去帮你对抗一些 叫做 权贵 嗯 但是你现在白狼的一个角色 他们来到这里 那他们在做什么呢 嗯 嗯 嗯 继续 我说什么事 我觉得 两边看 因为现在的民意 都不知道在哪一边 其实他们就有 他们拥大那些 那些 就是拥等 各人有各人的拥等 有很多人都觉得他做得很对 但是他的手法很肉酸嘛 他走去那个现场 找了个年轻 那个年轻 还有传是他有点智障 还是什么的 然后说 教孩子那样教 就是他走出来的态度 不要说台湾的学生 我也觉得他很黑人贼 你啊 你作为一个黑社会 你走过来教我啊 你教我应该怎么做 你教我做人 你没事啊 你那种讨厌 你家长 你那种讨厌是来自这里 而且 你一说到你有一个黑帮的身份 你站在政府那边 虽然你说这个服务协议 赞成的民众都有很多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 喂 当大家都是一半一半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黑帮 今时今日的黑帮 你不要跟我说你是什么义事 你说出来也很难 其实 祝联邦和国民党很有关系 我不知道 那时候 在掌经国那些年代 有一个叫江南案 是 有一个不名叫江南的人 在美国被人杀死 那就是祝联邦派人去杀的 美国情报说 其实是掌经国主司的 哦 那之后 这件案 促成了 解禁 这个党禁和报禁 所以 祝联邦其实是 国民党的打手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这件事 是 他出来大家都不意外 但是 我相信 不会是马英九叫他出来 嗯 因为你看到 那些警察都很紧张 是 如果不是 就应该是 会变成了 清关协 和法轮功的 关系 就是好像在香港那样 也是啊 也是啊 那谁叫他出来 那就呼之欲出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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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马英九 嗯 那当然是幕后大老板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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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不知道 我觉得是逢亲友亲这些事情 就是你社会有些事情 你在这个年头 嗯 你杀过黑社会出来 就是其实走次 是啊 真的很笨 就是你帮倒忙 你明白吗 就是走次你那时候 早两个月 那些什么 香港那些什么 咨询会 就有些黑社会 你这些就是帮倒忙 你现在不用了 你直接就会觉得就是 黑社会和梁振英有关系 嗯 你害死他 是啊 而且是 加上一件事 你一说到香港的那些叫做 那些叫做 那些香辛啊 那些香辛啊 那你说 喂 之前 曾经有个人大大声说 我要拆掉了你们的潜见 嗯 没了那件事 没了那件事 真的完全消失了 这件事 不记得了 大家都不记得了 转个头 转个头 你又有 你和你这些人一模一样的香辛 走出来 支持梁振英 通街打人 嗯 嘩 不要这么明显 做得 你明白吗 真的大了吗 你们 他们真的觉得自己大了 是 所以 不知道 就是 真的黑社会 有时候 这些情况 不要搞了 没搞了 我觉得 真的没搞了 那件事真的没搞了 真的没搞了 那件事 也是 另外就是 台湾那位 说完了 喂 前一集我们有说过五月天的问题 哦 是的 五月天的问题 那 话说他们正在开这个巡回演唱会 那我呢 就曾经有一天逃经西湾可文娱中心 西湾可文娱中心 看到有一排人 扔了凳子 晚上八九点 那时候 扔了凳子 坐在文娱中心外面 那 那就招了 喂 什么事呢 在文娱中心买的吗 有得买的 哦 城市电脑售票 那我心里 咦 周杰伦开演唱会 因为 我天真以为是周杰伦开演唱会 才有人开票 所以刘德华开都没有 咦 咦 不是啊 我的朋友告诉我 不是啊 明天开始卖五月天嘛 我说 哦 这样 五月天 我看见前排 就有 我想有差不多八个 南亚人士排头位 嗯 南亚人士排头位 那 结果 我从网上的一些资讯 得知 那些票 就差不多被那班人买了 就有很多人说买不到 实质数字我当然没有 哦 我看Facebook也有很多人说买票 是啊 买不到票 很明显就是被人买了 嗯 那 兼且 已经出现了很多的黄牛党 嗯 黄牛党 那 只是很简单 某程度上你已经反映了 嗯 一些 从来 当然 你在排队 趁虚的这种文化 在香港是根深蒂固的 嗯 就是从来 总之有数位的地方 就有人排队 在香港 你从以前 买楼花开始 排队抽股票 总之有数位 就是 我是不相信真的有这么多人买 但总之就是有这么多人排 嗯 嗯 结果就是 现在出到来 而 到连演唱会 都是这样 我 我不想直接 拉下去 就是说 哎呦 又是大陆人 肯定 我就不会直接 拉下去 但是你说 有没有关系呢 有没有关系呢 就好像 之前 你过晚去看Burr 都说有很多大陆人 看Burr有大陆人 就是说 其实某程度上 你在香港 又在内地 特意来香港看演唱会的人 是非常之多 有的 是非常之多 甚至乎 你连看颁奖典礼 你见到那些粉丝 辽宁 林峰辽宁 歌迷会 祖儿 焚天真 就是会有这些 这样的牌 就是他们很喜欢 做这件事 那你就变相出现了 另一种的商机 嗯 其实 变相出现了商机 那你说 我又一次证明 我又可以 做一个例子 告诉阿信 你那些演唱会 说真的 你真的回不回大陆开 有所谓 你想想方法 在香港多开两场 就好过 但是就苦了我们 所以我就叫他多开两场 你多开两场 你起码 你让香港人多些机会 去买你的飞体 我又觉得 未必能买得到 你开多少场 都是买不到的 那倒是 所以 你真的 很糟糕 而且以前 我们都会想到 那样东西 就是说 喂 那有没有可能 有香港身份证优先 喂 喂 你梁静也这么说 港人港地 没有了 港人港地 虽然是 但不是 我就明白 为什么没有了 港人港地 他要配合周一岳 问你在哪里 是歧视 喂 就是说 你在香港 你要做任何一样东西 我就说 我想说 不是 我做这一样东西 我真的想 serve了香港人先 不行 歧视 因为你问了他 他在哪里 我问了 你是不是 香港人 歧视 我不是只问 你是否大陆人 我不是问这件事 我直接问 你是不是香港人 也是歧视 那我就觉得 这件事 就是很大 骨牌效应 你是一 就 就 说到尾 就是 大陆人大 大陆人一定是有机会 優先 因为他人不多 是吧 你说排队 是吧 你在五月天 在洪馆开演唱会 四万个位 什么 一万而已 一万多而已 大球上才四万 一万多个位 你觉得 真的要排队 你香港人和他排队 有多少个 你想多都没有 都是 所以你真的 你没办法 有一个例子 至少给你台湾人知道了 你和大陆有过分紧密的联系 并不会是一件好事 你会有很多事情 在这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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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被他抢了你 到现在我们这样 好像我们香港 近一两年开始反抗 他就跟你说 你歧视 他会立法 不给你歧视 你明白吗 他会有很多种方法 去搞你 令到你是不能抗拒 所以 现在都不能抗拒 你真是 聪明吧 我觉得 你 另外 你说到艺人 那样东西 很多艺人 最近有个人 真是红都爆炸 哪个 杜汶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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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容祖宜吵架 哈哈哈哈哈哈 说不说 他跟容祖宜吵架 你说吧 你可以说一下 我觉得真的很无谓 他是说容祖宜 是拿影后 他也如容祖宜 拿不到影后 但是我拿了英帝王 因为他当日 根据他在五岳城演唱会的说法 就是 我 当日 我把杜汶泽拿钱出来拍一部电影的时候 我跟他说 我一定会捧容祖宜做影后的 原来我拿了 他拿不到 哎呦 所以我真的很对容祖宜 所以我想逃避你 是这样的意思 那就生气了 是啊 那会不会太小气了 不是 但是 当大家 他们的吵架 那个内容 我想很多人都明白了 就是 有大量的周刊配合 原来又会弄到 柳浩龙 我觉得这八婆 我都没所谓 但是我反而想追索一下 就是当初他跟王秋生吵架 他说不是吵架 他说他被王秋生吵架 是这样的意思 总之为何王秋生那天活着吵架 就是说CY的女儿 是的 但是我觉得背后有原因 有什么原因 王秋生也是英王 现在 是吗 是 你很明显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有人想和杜汶架 挖青怪先 所以为什么他要 他把这两个人放出来 他把这两个人放出来 这两个so call 叫做在香港有份量的艺人 去和杜汶架架架 去和杜汶架架架 哦 你说他口臭黑人争 以前刘德华也有说过 刘德华跟他翻面 也是看八卦的新闻说 但结果你看出来 到今天 没什么 你又试试刘德华走出来 我对着记者说 杜汶架架架架架架架 我真的很恨 我真的恨这个人 我恨这个人 又不是这么说 但是 你为什么王秋生一个 明明人家在骂私娃女儿 你吵什么 你平时骂梁珍英的会少吗 哦 不是 你说的就是道理 哦 杜汶澤罵的就叫做八婆 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 到了現在 杜汶澤出來說一個笑 你容祖賢 我覺得你是高調去做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從來都不是你的風格 你從來都不會為了這些事情而去罵人 你說杜汶澤説你拿不到最佳女歌手就說 當然沒可能被串到 她拿了十年 串不到 但別人不是串你唱歌那件事 他串你演戲 一個香港也叫做某程度有份量的監製 電影監製 說你容祖賢 為何你拿不到影響 真的很可惜 我拿到影帝 你出自一個監製把口 你有什麼話可以說 如果你要這樣說 咦 你不炸你老闆拍 喂 他現在在玩東西 你不說 喂 他明明說捧我做影響 他現在拿了影帝 仆街 那你以後還給不給錢拍戲 他會善你啊 杨先生 你會不會這樣跟你老闆說 我覺得他不會 就算我站在他那些賓士的立場 他會不會這樣跟老闆說 不會嘛 那就是說 回頭我再去推論那件事的時候 咦 真的像是跟他劃清界線 你是在配合某些做法 我也是跟公司有關的 那英王也拍很多陷阱片 很多 很多 成龍那些都是 林峰之前有幾套 翡翠明珠 一看一看 都會來 打遊戲 好像林峰打遊戲 對著蛇在他身上 都不搖來搖去 不知道他做什麼 浪費時間 浪費時間 有網民發起 向這個大快活投訴 投訴他的代言人 又是杜汶澤 那他就表示 如果你不換這個代言人 我說不吃你大快活的 但是又有另外一些網民發起了 如果換杜汶澤 他就不會吃大快活的 嗯 我覺得如果你大快活 你一天不減價 我也是不會吃你大快活的 真的很離譜 其實是很貴的 你現在在大快活 貴價40元 你是比香港一般的茶餐廳貴很多 你一點都不大眾化 跟以前小時候吃快餐店不同 吃快餐店的都是便宜 因為便宜才吃 除非你跟我說 你已經不再去快餐店了 但是你的模式是快餐店 你不是快餐店 我不需要自己下單自己拿東西 那你又要做一間快餐店 你又不主力去服務我 但是你又要做到一個大餐廳的價錢 你明明我很矛盾 我很光顧你 我覺得自己很笨沉 進去吃東西 又不好吃 是啊 真的非常不好吃 之前我們有沒有說過大快活捐一半餐出來 大加樂 捐一半餐出來的那個 我們再說一次吧 不要緊 這個完了沒有 我想還沒有吧 這麼快完他就不要搞了 大加樂曾經有一個做善事 把38元一個餐 然後如果你願意減半他就會捐17元出來 不是 捐一半吧 你說他買一個捐一半吧 買一個捐一半吧 對 如果捐一半 那如果你買一個不吃 他會捐完的嘛 是 他會給你一杯飲品的 是 這個做法 我覺得他會源自於什麼呢 香港很多茶餐廳叫做代用飯 有很多茶餐廳自發去做代用飯 現在多了 對 越來越多的餐廳加入這個行列 就是說你去吃東西 其實你也不一定要去吃東西 甚至乎你走進去那個餐廳 你只是給他錢 他有訂一些類似車仔麵的飯餐 三送飯 四送飯 那你去買一個 他就會在門口標 有多少人買了這個代用餐 只要你有需要 你就可以走進去吃 他就不問情誘的 他就不會問你 他不會審查你的 總之你走進去 我說我想吃代用飯 我那時候看過《窮富翁大作戰》 他有介紹過這件事 老闆還要告訴他的員工 你要對他們是跟一般人一樣 你不可以問他任何的事情 你要很小心你們的言行 不要讓他們覺得受其事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好的 因為你很難的 我作為一個侍應 你走過來 我想去服你 師先生想吃什麼 吃代用餐 吃代用餐 其實你過一下表情很重要 你對於進來吃過當飯的人來說 很重要 你過一下表情 但是到了大家樂 你現在這個情況 好學不學 那些叫什麼 狗味族丟 東師校群 人搞你就搞 但是你搞到就是 鬼馬路 你是賺了很多錢 大家樂 你是一個上司公司 其實你已經賺了很多錢 我初時看到的時候 我以為我買一個飯 去捐一個飯的錢出來 原來不是 是我買一個飯你捐一半 是啊 但是那個盒飯是給我一半 是嗎 是啊 一個焗煮飯 我說我要參加你這個 收你34元 然後他又拿17元 捐 然後你的盒飯只剩下一半 這樣嗎 你肯定嗎 我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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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某程度上 你根本不是為了幫人 你搞堅密而已 你又在這裡 是啊 你又要盒 你又不捨得 你又要拿我的錢去盒 你不要搞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34元你說不吃 他就會給你一杯飲料 然後34元就捐了給 我不記得是宣明會 好像是宣明會 那些東西 但是你是賺我的錢去捐的 你賺我的錢去捐 但是要出你的名字 我會覺得 你這些叫楊無出自楊生上 但是彩就你拿 是啊 你這個世界哪有這麼肉酸的人 所以大家如果真是 你有心要去幫一些 一些窮人 低下階層 低下階層的窮人 貧富大眾 你去留意一下附近 有沒有一些 代用餐的茶餐廳 我知道是越來越多的 其實我們在說道文宅 另外就是 我忘記了前個星期 有一個大陸的電影公司的高層 高調就說 總之有你杜汶澤參與的電影 我一律不投資 因為我忘記了他遲的理由是什麼 都是類似杜汶澤的電影 就是那些 覺得自己很威風 你又出言不信 但是我又不知道 他這間電影公司是什麼名字 他有拍過自青春的電影 自彈 你夠膽 你大大隻字 去登一次給我看 總之 逢你這間電影公司的電影 我一輪不看 喂 真的很簡單 你在香港 你會上你這些電影的人 有多少 你說趙薇那套自青春 自青春 很長的名字 收很多 不是 大陸收很多 你在香港是什麼 那一次是因為反復謀 撐反復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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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對了 我也不知道你瘋來做什麼 人家杜汶澤都說 我都先拍本部電影 這套電影公司叫 北京麥特文化娛樂傳媒公司 總場陳禮智 大家認住這個名字 麥特嗎 麥特 他投資過有 《至我們終章失去的青春》 趙薇那套 還有周杰倫的《逆戰》 OK 這樣 我沒看過兩套 那我真是巧了 我都沒有 《逆戰》我都沒有 因為我看到周杰倫流蘇的樣子 我真的不太接受 沒有的 你就是這樣說 你作為一個電影公司 你作為一家這麼大的電影公司 老實說 你真是為了搞電影 你真是為了搞藝術 你搞這麼多東西幹什麼 其實 你真是搞文化事業 我這麼說 你要去打壓一個人 即是你說 如果 我這麼說 你有能本事的 你就開一套建國大業 你叫杜汶澤來演吧 哦 那也是啊 是不是 等他難堪也好 對呀 兜巴掛在杜汶澤那裡 喂 什麼 你不是很厲害嗎 沒有人演吧 三千萬 五億 這樣也沒可能 五億他一定演的 你問我就 三千萬放在這裡 你演不演啊 契弟 要不你就這樣 你以大欺小嘛 你現在這樣 你作為一個電影公司老闆 你高調告訴別人 我封殺一個藝人 只是拆鞋而已 就是啦 那問題就是 如果接下來有任何的香港演員 遇到這間麥特電影公司 大家真的想清楚了 你真的不能逆他意 沒有的啦 他叫你除褲你也要的 要不然 我有封殺你 他不一定要高調的 總之你不合我意 我就可以封殺你 你說的話 我不聽的話 我就封殺你 那為什麼這間麥特 不找溫兆倫拍的 拍一下電影 那些電影 那些電影 你看看他那天 說什麼 看見國旗我下 那些電影到 你即場流眼淚 你又不是 那時候他追到國善來 那時候 這些很不幸 所以國善來不嫁給別人 那沒有的 你就是這樣 你拆來拆到這樣 就好像你溫兆倫 你拆來拆到這樣 結果是怎樣 劉海威你也不如 真的啊 那你說 那他又得到什麼下場呢 他起碼有香港人之餘 沒錯 他現在那套豪情 四天收了六百萬 根據他的說法 大概長長爆 是啊 那 我還沒看 我也想看 他說真的是鹹片 不像肉豪團系恐怖片 哈哈哈哈 因為我很喜歡 由愛可奈 誰啊 其中一個女優 我只是懂得直樹拇指 我只是懂得直樹拇指 別裝了 我真的只懂得直樹拇指 別裝了 那樣子很難認啊 別裝了 我都說 你不說好地地 封殺你 那就是這樣 除了3D這個豪情 那近來 下個星期應該是 應該是10號 那又有一套港產片上 百分百港產片 那就是那夜凌晨 我坐上 黃大埔 什麼 開黃大埔的紅Van 開黃大埔的紅Van 我們簡稱他為紅Van 紅Van 這套很難得 連續兩套港產片 其實我也想看 其實我很久沒看過港產片 就是狂舞派 之前我也很少看港產片 是啊 因為沒有的 其實不是因為你不看的 有時候我是覺得 不是因為你不看 是純粹因為沒有的 不是那些什麼 致命與春嬌 我都沒有看的 低俗喜劇 我都是看《友善》 我沒有看的 因為其實我的心 自從很久之前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之前 我的心都比較抗拒港產片 的確他有一段期間是很不爭氣的 是啊 結文算不算港產片 不算 不算 真的很久了 如果是純粹港產片的話 狂舞派 為什麼看狂舞派 因為都是 那一陣子大家看我才看 哈哈哈哈 不是的 你是這樣的 你 自豬死你而後生 我覺得現在是被人打中了 對 對 對 你推到那件事差到不能再差 當然 因為 你說 為什麼那時候的那個產片很差 因為與此同時經濟也很差 對吧 你都沒有人投資 你想拍好的是很難的 你當我現在才幫他們兜 我覺得是OK的 我只有這種說法 以前你沒有人投資 那你一部好的戲 你某程度上也要找人投資 對吧 你起碼 就算不是啊 如果你低成本 你狂舞派成本也很低 為什麼這麼受歡迎 但起碼你可以說到 你可以有空間 給導演編劇的工作人員 可以在一個安心的環境裡拍攝 工作人員 對吧 我連飯都還沒有開 我怎麼寫劇本出來 可以扭到你開 還有我覺得有些電影公司是怎樣的 他們是因為之前有一些合拍片 他們賺到錢 變成他們在近幾年 他們有錢鬆動 去投資一下 對 去投資一些純正的港產片 我覺得這個情況是無心插漏的 那時候 有一些小本的製作 既然稱得上一些小本的製作 你就不會去找到一些內地的投資 因為你一找到內地的投資 他一定要放你幾個內地演員 進去這部戲 就像以前Tim Burden拍戲一樣 電影公司跟他說 如果你想拍的那些 就是什麼毛頭谷 古形精怪的那些片 叫活轉那些 那你又拍兩套買座的 那我開一套 給你純為興趣而拍的那些片 所以你看到Tim Burden的商業片又拍 古形精怪片又拍 因為他就是為了想拍古形精怪的那些片 所以才去拍商業片 我這種做法很合理 其實是 都要賺錢 電影公司要賺錢 還有他肯給你錢 以那時候的市道來講 他肯給你錢 你很難大壓力的 你一回不了本 你這一生就沒有了 因為我記得我之前看的那些 港產片比較差的那些年代 又真的充斥著一堆爛片 是啊 那些什麼十分愛啊 那些呢 那要說的 那些的成本真的很低 要拍那些電影 低到看不下 但是起碼市場有這些 就是這樣說的嘛 你就可以有得比較 那也是 我們又經歷過什麼呢 那些港產片的黃金時代 那突然間看到他跌得這麼快 那那 那 萌生一種 比較 討厭現在那些港產片的心態 嗯 然後去到 我想去到近這兩三年了 那我就覺得 其實港產片有些都挺好看的 是的 其實我覺得什麼好看呢 劉青雲那一套 那一套呢 杜琪峰那一套叫什麼 再生號也是 不是說賣金 賣金那個呢 奪命金 其實我覺得挺好看的 是 其實挺好看的 其實我覺得挺好看的 雖然我在電視上看的 很好看的 其實挺好看的 那我覺得 之後呢 我覺得 港產片的水準 現在都開始回升 所以還沒去到八九十年代那些那麼高水準 有一點點是 很多時候 你電影其實 大部分的橋段都在說抵抗強權 抵抗強權 例如你說那奪命金為什麼好看呢 因為被劉青雲戰勝了這個資本主義 給他的那種不熱血笨蛋 那種 幾次方智博 其實是 其實真的演多一次 你將方智博那件事 你戰勝了這個資本主義 那你某程度上 是配合到現在的社會氣氛的 你狂舞派為什麼 會受歡迎 其實都是針對到這一點 你年輕人 現在的年輕人 真的無從入手 就是在這個社會上 他要向上游 你無從入手 你唯一能夠說的是什麼 努力 他經常會問你這個問題 你可以去到多盡 你會給年輕人一個反思 所以你就受歡迎 我們拿一輩也是的 究竟我怎麼還可以向上游呢 真的沒有辦法 那麼 他不是會提供一個方法給你嗎 你看狂舞派 至少被你宣洩到你自己的氣氛 對 到之後 譬如 維多利亞一號 就是高樓價 對 他又反映到一個社會的現實 然後去到低俗喜劇 就是反大陸的意識 對 本土意識 對 那麼 你連帶著 就是會告訴你 只要是百分百本地的創作 你就會有機會去宣洩到你的不滿 去將一些社會的問題 讓香港市民多一個渠道去關注 你自然受歡迎 加上現在的合合片真的很爛 不要看 齊天大勝 真是不要看現在的合合片 譬如我們過年的時候 如果人們不喜歡看金雞 大家想一家大小去看 你無奈地唯有看齊天大勝 就是American Hustle 即是哪裡 我忘記中文是什麼了 即是說幾個人騙錢 有Jennifer Lawrence做的那一套 即是騙錢 好像Ocean's Eleven那一套 噢 說的變魔術那一套 不是 那一套很久了 至少是中文電影的華語電影 那你是不能選擇 那這個情況 大家下個月又要忍受多一次 什麼 無線有播放的 還要是大陸拍的 大陸拍的 裡面的演員除了徐錦江之外 一個都說不出 還要是徐錦江 我覺得大陸劇不是一個問題 有時候大陸劇好像康熙和雍正都挺好看 其實都不好看了 那種粉飾太平令你很火滾 但你看到製作很認真的 那時候有一套叫《恩福傳》也挺好看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因為我老婆也有看過 但是西游記太多了吧 是啊 你看西游記還未衰舊 你還未驗嗎 那如果是這樣 不如你播放《抗日旗盒》吧 我覺得很便宜 可能衝擊會比較大 另外他高清台 之前那個時段都不斷播放大陸劇 晚上11點 之前播放《成一思汗》 但是這個《成一思汗》 做到跟我認知的《成一思汗》是不同的 你認知的《成一思汗》應該很殘暴的 有情有義 那他對那些兄弟有情有義 對那些敵人也是 對那些敵人也是 真的很奇怪 那是喜劇效果嘛 為了增加這個角色的張力 他接下來還要播一套《笑傲江湖》 《笑傲江湖》 又是《笑傲江湖》 大陸也不知道 好悶啊 又是《東方不敗》 《令狐冲東方不敗》 之前已經做過《神雕俠女》 《神雕俠女》 那套很久了 那套很久了 劉奕菲和... 慘了... 《功夫》那個女兒叫什麼 黃聖衣 這個真的好笑 撞樣 這樣說 我從廣告看到《笑傲江湖》 令我覺得非常不舒服 什麼呢 就是很漂亮 他們衣服的顏色 那些報警 顏色是很鮮艷的 令我覺得很不順眼 古代大哥 你令狐冲是什麼呢 就是華山派... 這個可以反映大陸的人的心態 以前你看大陸劇 但他們平常都是陈陈陈教教的 最古代的三角尾 全部都是髒髒的 髒髒的 痞皮脚的 某程度上我認不出他們的角色 尤其是刘蘇那幾個 每個都髒髒的 這樣你卻不太認得 現在劇集的衣服也很漂亮 有雷屎的裙子 就是這套 那套是打狗棒成一隻狗 成一隻羊具 是不是這套是笑話江湖呢 那套是天龍八寶 是不是中漢良那套 不知道就算了 然後你看到反映現在大陸的人的心情 每樣東西都要漂亮、氣派、豪華、大 跟以前80年代看電視劇久不久都會有 就是兩回事 我最近在電視劇上看到《八百魔女》 當年張國榮和林青霞那套 他們的美術是很漂亮的 你說那些三副鞋襪那些 你會看到吳鎮宇那個連體人的角色 他那套衣服 你會看到他有古裝的味道 但是他不會說華麗得來 你會覺得是... 符合那個時代 他是一個邪教的教主 你會覺得很順眼 起碼他不會做到鮮紅色 你很糟糕 你怎麼會拍到這樣的顏色 你會跟環境很不合調 而他這種話 你大陸要把古裝片拍到華麗的風氣 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從英雄開始 張藝謀那套英雄 經濟起飛的時候開始 對 但是大家忘記這件事 我看英雄 我也有看 不知所 其實那時候我沒有想到這麼深入 我覺得這套戲挺好看的 但是意識不太好 對 我是看過一些分析 我是認同意識的不正當 那時候他們拍的華麗 很漂亮、很鮮艷 他分了幾部份 紫色、綠色、藍色 他去交代不同的時空 變成他這種華麗 在這套戲來說是有意思的 他是為了交代這個劇情 令到大家知道他究竟這套戲發生在什麼時候 是有作用的 就算你回到最後一場 李連傑對著陳道明 皇宮的環境都不是很華麗 漂亮 但是不是華麗 把這套戲推到更齊一步的就是無敬 是無極先的 我記憶中是無極先的 陳海哥那套 還有 跑得比時間快就可以 我知道 我知道那套 真的很離譜 只要我跑得比時間快 所以他會從頭來過 你老闆 那套真的反制到他那個地步 對呀 他這樣說是對的 講義相對論也是這樣說 不是 是 但是你明白嗎 你在說那件事 你謝霆鋒那個 我又不想重頭去講這個 這個角色很悶 總之是很傻 他把這件事拍得很漂亮 加上就是你剛才說的那套 滿城盡戴黃金甲 因為他整套戲是講王宮的 某程度我理解 雖然很噁心 其實真的很噁心 你不知道 你弄得這麼漂亮的王宮 你令我看得很不舒服 那套戲是 那套戲是 去到今時今日 去到連電視劇 他們都要跟著這個模式 所有的東西我都要華麗 我都要漂亮 大啦 大場面 好像我們年輕人看《三國演義》的時候 他的千軍萬馬的場面 不多 因為你怎樣拍都好 你是拍不到百萬大軍的 老實說 當然拍不到 以前的技術 一定拍不到 但是我知道 我感受到那種千軍萬馬 也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也是大陸的合拍片出來的 就是他用電腦可以做到給你看 千軍萬馬 你電視劇就去學 但是你學得衰 那時候你講那套《成吉思汗》 我看到你那個草原真的沒有盡頭 你那個草原帶到真的沒有盡頭 那些馬站在那裡 那些馬不動過 那些馬 那些馬是一模一樣的 你很明顯是用電腦去做那件事 你看到那個 那個 寫的《成吉思汗》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胡君 是不是胡君 胡君 那頂部有些毛毛 毛毛的邊是藍色的 他還沒揹 退地退得衰 他的特技做得差 然後他們突然間會把蛇絲曼放進來 那些燈的光是完全不同的 為什麼會有一個電筒打進蛇絲曼面上 你覺得很奇怪 你要抄 就是你要做那個效果 你又做得差 但是你不這樣做 他又覺得不是一個製作 沒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因為在於大陸的市場來說 你拍得厲害 也有很多人看 那也是 在於我們香港的700萬的市場來說 我們想看的不是這些 不是這些 那件事你要包裝得很華麗 很華麗那件事 不是我們香港人想看的那件事 至少你的題材我已經覺得很厭惡了 又是《西遊記》 又是《少澳江湖》 之後又把金融的十幾本書 由頭拍一次 很悶啊 現在都很少拍這些電影 即是金融小說呢 我曾經上網看過那些人這樣說的 70後 他們對於金融的認知就是他的小說 即是我們 去到80後 他們對金融的認知就是電視劇 即是那時候任賢齊 張志琳 即是還遲我們 我們的認知應該是劉德華 陳玉蓮 還有遊戲 還有遊戲 金融群合體 對於他們對金融的認知 來自這裏 去到今時今日 他們唯一可以接觸到金融的 因為遊戲是反映不了故事的 他們就是唯有繼續靠電視劇 所以這個題材是不死的 他們是不斷可以繼續拍 但是你給別人的感覺就是很差 假設你 我真的很想訪問一下金融 你看到這套《笑話江湖》 你有什麼感覺呢 對 我想 他曾經說過劉德華那套《神雕合類》 是有史以來拍得最好的 那我也覺得挺好看的 是拍得最好的 我又不知道你現在 對著黃曉明那套有什麼感覺 你會說什麼呢 除了劉亦菲美之外 可能他會告訴你 那就是除了劉德華之後最好這套 那他退以後 跟著我來的套套也是這樣說 哎呀很討厭 還有 說回TVB的問題 剛剛 早前我每晚看《今日EIP》 還是《東章北亡》的節目 他也是在說一個電視節目巡禮 有什麼巡禮 我不知道 他就是在說 他接下來有什麼電視劇 接下來TVB在製作上 有什麼新的項目 你原來有很多項目 有什麼 就是拍一些不知道什麼電視劇 拍一些沒有爆炸場面的警匪片 還有有關禮節跳的警匪片 講跳遠的 講跳遠的警匪片 你是有很多電視劇 我是真的想不到一個理由 為什麼你要在《黃金時段》播一套這樣的西遊記 你說如果這個西遊記 是林峰做的 林峰做主角的 我起碼你也能給我一個理由 那時候他也有在《黃金時段》播一些外購劇的 有 我就明白 林峰也是 但我覺得其實外購劇也未必一定要播大陸片 現在電視收費台也在播《來自猩猩的你》 那為什麼不在門線播呢 那他怎麼也要先吃你一次水 他的策略就是這樣的 我先賺另一次錢 但是他也是深知 你西遊記我放在收費台是沒有人看的 也是的 是不是 你半閘直樹也先放在收費台播 現在無線有沒有得看的 還沒有 還沒有 他之前很多日劇都是先放在收費台的 但是這個我很理解 你買回來的東西 你買回來的東西是你的產品 我告訴你 我又不急著看 但是你西遊記 林峰自己本身也有這麼多的製作 好不好看我不說 有什麼必要 要令到你要在黃金時段 在這個免費的頻道裡面 播一部大陸劇呢 你晚上已經在高清台播一部大陸劇 我是真的想不明白 你是想不通的原因 就是除了一個而已 就是啊 你是只有這個原因而已 可能你會有那件事情 以我所知日劇也是這樣的情況 你無線你要去買一套半閘直樹回香港播放嗎 你就要買我那些什麼女依神啊 那些什麼全開少女啊 可能是這些 你一定要搭兩套沒有那麼受歡迎的 對啦 香港要出日本漫畫都是這樣的 你要印龍珠可以 我給你印龍珠 你買我幾套那些什麼愛美神那些 我就授權給你出龍珠了 就是會有這樣的情況 日本他們會用這樣的模式去運作 那可能他買西遊記就要買少澳江湖 也可能是買少澳江湖 一定要搭西遊記啦 至少你會覺得 是不是真的要有這樣的安排 最紅的一個香港演員 徐錦江 我除了覺得 你是在賭自己米之外 你是在做什麼 要不我覺得你想救亞視一命 因為他在同一個時段 他應該在8點半 那我覺得 亞視應該將我和姜思有個約會調去8點半 你調去8點半你就 喂 好看的 我知道好看 你救亞視一命啊 你不用一集裡面 你不用一集 一日播五次星期六日 還要重播星期一至五的集數 好東西不怕重溫的 根據他們的說法 對 那你日後你上班嘛 對 遲些博壞天殘變 那為什麼我要凌晨四點鐘播一次 因為你上班嘛 日後你用來睡覺 那你上班 那你就只有凌晨時間看電視的 很體貼 很體貼 不要不逐牌給他 有原因的 不要不逐牌給他 對 但是 對 很討厭 我覺得接下來第二波的 霸體模式 飛雲 又是機會來了 機會來了 對 雖然我覺得是無效 我霸體了很久了 對 很久沒看了 我沒得選 你明白嗎 在我餵緊賴的同事 我不看電視 是嗎 現在連我老婆 以前也有看TVB劇 現在都不看了 我說你不用看TVB嗎 唉 不要看的 喂 又真的 去到那個時段 我真的會看殭屍 晚上就算 我沒有東西做 我也寧願再看一次 也不看無線 不過晚上有時候重播 火龍心我也會看的 對 不知道重播為什麼好看一點 是的 那時候你重播什麼創世紀 還是什麼 我記得都蠻好看的 還記得 還記得 還是那些 怎麼樣 怎麼樣 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46分 我不行 我已經不斷想切 我先去廁所休息一下 好 好 好 還好 我沒有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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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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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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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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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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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